与今年3月份发布的《毁灭战士永恒》 是ITsoftware开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自1993年发布初代《毁灭战士》以来 已经有多部的续作 DLC甚至是同名电影 被人们公认为最经纪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之一 大家好,这里是雨香阳君 半个月前给大家带来了《毁灭战士永恒》彩蛋的第一期 今天我们就来继续盘点游戏里那些无比精彩的彩蛋 秘密和致敬 第13个彩蛋还是大笨鱼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游戏里《北极场景》里的小丑鱼 其实游戏里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小丑鱼 首先就是则把杀人不眨眼的电锯 在卧板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大笨鱼的logo 而在电锯的另外一边 则可以看到大笨鱼被印在了锯子上 而且还写着大笨锯这几个字 非常的可爱 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在零食店 找到一包大笨鱼的果仁零食 好像有点莫名的想吃呢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零食店 那么其实零食店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小彩蛋 比如在大笨鱼果仁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包 名为古拉米的风干肉谱条 活生生把半夜真的干视频的羊群 我给看饿了 而彩蛋就在上面的这个代言人 这个老哥其实是ID软件的游戏导演来的 名为余果马丁 也是一个算是出了名的公众人物 旁边还有一个黄色盒子的巧克力零食 名为一小口 下面有小字真正的超小糖果 这里其实在致敬瑞克和墨蒂 动画里的同名餐厅 在这个餐厅里所有的菜都是超小 超迷你一份的 第十波才当我们刚刚说到零食店 其实零食店还有其他的小吃惊 比如这包粉红色的QQ火糖 上面的角色正是游戏 指挥官吉恩里的主角基恩 指挥官吉恩是1990年ID软件开发的老游戏了 不仅仅是零食店 我们在猛男的收藏室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致敬 就在书架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基恩的头盔和武器 而更神奇的是 当你来到某个关卡的咖啡厅 仔细端详这个咖啡的logo 是不是有指挥官吉恩的影子在里面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杨军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隐藏的戏剧动画 当我们打暴击打通关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制限名单 你们会不停的翻滚着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的照片 这些制限名单超长的 足足有十几分钟 当我们耐心的看到最后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隐藏动画 也十七个财弹我们来说说一把隐藏武器 与其说是隐藏武器 不如说是要解锁的武器 在游戏里面 我有时候可以找到这样一把紫色的钥匙 可以用来打开这个紫色的大铁门 然后传送到一个地方进行怪物之间的练习 练习完之后呢 就会掉落一把制高天钥匙 当我们收集完所有六把制高天钥匙 就可以在这里解锁这把名为克星的武器 好不好用呢 在这里不平均这样卖个关子 但是外表很帅嘛 有没有 其实它把武器名为安麦克 是在至今1997年毁灭战时六世里 几乎同名的武器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隐晦 很多人都错过的彩蛋 而且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制进彩蛋来的 就在雪桃这关最后这里 我们打开电机摧毁心脏水后准备撤离 就可以看到任务提示这里变成了前往直升机 这是一个中文版无法get到的梗 在英文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英文 get to the chopper 这句话其实是一句经典台词来的 出自铁血战时伊犁州长的这一段 是不是非常的隐晦 非常的经典呀 第十九日才那我们来说说一个小细节 当我们来到第九关 也就是天花板有个大且求机关这里 我们将上面的铁锁打烂来解开谜题 而彩蛋就隐藏在旁边的石凳子上 如果你靠近观察这个石凳 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到重返德军总部的logo 重返德军总部也是ID软件开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发布于2001年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阳金就记得小时候曾经沉迷其中不难自拔 也在那边说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彩蛋 当你在商场的废墟里闲逛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台显示器 或者我们说是收银机 而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上面贴了一个便利贴 上面写有 不是模拟怪几个字 这里其实是在指尽B社发行的游戏 热食 在游戏里面我们会遇到一种外星人 他们可以模仿日常用品 比如说一个杯子 一卷纸巾等等 而在游戏关卡的一个实验室场景里 有人就在所有物品后面都贴了一张便签词 写的就是 表示这个东西不是模拟怪 这个彩蛋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 有内涵 接下来这几个彩蛋同样都是藏在场景里的小秘密 首先我们来说说一个极少人发现的彩蛋 在前面的关卡我们会来到一个商店区域 其中有一家商店是这样子的 里面很多电脑什么的 有点像网吧 我们猛男可以走过就要撞睡点椅子 砸睡电脑什么的 当我们转头一看 就可以发现满是血迹的墙上 显示器的右下角 有一只猫的涂鸦 这其实是在至今油管上的一个粘土动画大佬 它的其中一个关于毁灭公爵的动画非常出名 而动画里猛男的形象就变成了猛猫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反插猛 这里就可以看出ID设计彩蛋真的很良心 第二十二个彩蛋 施坦里 在第六关我们来到一个死胡同这里 从公车这边过来可以看到几根柱子 其中一根柱子有个垃圾桶 垃圾桶后面柱子上面写有一些英文 直一过来就是生活 要是没了挑战就不完整 最后的署名SL 其实就是施坦里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漫威之父施坦里老爷子 这句话正是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名言 而就在老爷子名言的柱子旁边 藏有另外一个小彩蛋 在一片废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电话亭 这个电话亭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嘛 直到我们留意最上面的天线 这里显然就在至今1989年喜剧科幻片 阿比和阿弟的冒险 影片中主人公就是通过这样的电话亭来时间旅行 其标志就是电话亭上面奇怪的天线 好了终于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第24个藤浪 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神奇的音乐彩蛋 那就是游戏的同名主题曲毁灭战士永恒 这首主题曲旋律非常给力 这北施这节奏感简直无敌了 但是在这首音乐的后半截 可以听到非常奇怪 非常诡异的恶魔吼叫声 而如果我们将这首歌放进音频编辑软件比如 Edition 然后变换采用类型 将后半段的声段直接变成单声道 这个时候我们在播放就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 没错 这正是毁灭战士初代游戏最后 可怜的兔子戴希被插在监视上时播放的主题曲 这期视频我们讲戴希的彩蛋时就出现过 当时我要教大家记住这个BGM 哇这个彩蛋真的非常神奇 非常的赞 完全想不到 好啦以上就是这期彩蛋所有的内容啦 毁灭战士永恒里的彩蛋 依旧是那么的精彩那么的良心 真的是妙不可言 OK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阳君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三连接播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